農料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7月22日正式复更新 预热许久的全民电竞活动集成马开帷幕 除此之外 杨检全民电竞贫富天秀启明 将于23日凌晨上架商城 韩戏竹梦之影现实反常 貂蝉仲夏夜之梦优化 侦测幽灵船调整也将上线正式服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民电竞系统 每个月的周五到周日的12点至24点 同城联赛开启 每月的最后一周周五到周日 全国大赛开启 参加同城联赛需要消耗少量的电竞斗作为门票 胜利方将不在消耗门票的同时 还能赢得更多的电竞斗 同城联赛分为娱乐场和加倍场两种类型 两种类型的门票消耗 参与条件和开启时间都会有所差异 选择对应的场次后 可以单人或者组队参加同城联赛 玩家的同城定位以队长的同城定位为准 同城联赛采取DP选将模式 并且还会为玩家提供全英雄 一套满旗标配名文的使用 同城联赛娱乐场中 支持使用加倍道具 加倍道具使用后 胜利后获得电竞斗的数量将会翻倍 同城联赛会根据定位获得对应的城市徽章 城市徽章伴随着用户参与全名电竞的次数 会逐渐升级 那不同的徽章等级 会获得不同的额外特权和福利 那么游戏小伙伴就问了 电竞斗可以兑换什么呢 我们打开电竞商城就可以看到 花费不同的电竞斗可以兑换 不同等级的特彩礼包 不同的城市徽章等级还可以享受不同的折扣价格 特彩礼包里面包含了周边手办电竞斗 现金红包等奖励 现金红包最高金额可达到66.6元 但是注意啦 每个电竞赛季产出的红包 必须在当前赛季结束前完成提现操作 电竞赛季结束后将无法提现的 那周边手办同样如此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电竞福利 每周将随机获得三个任务 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电竞积分 和全名电竞贺彩礼包 玩家每周有三次机会 刷新任务 刷新任务将消耗电竞斗 那全国大赛周的任务产出积分 为同城联赛周的双倍 那除了每周福利以外 还会有个赛季福利 也就是我们的杨检新皮肤点券返还福利了 通过完成每周任务 并积累电竞积分 玩家就可以逐步解锁赛季福利 注意了 解锁点券返还的福利条件 需要赠予或者购买杨检新皮肤 若是别人正中的 是无法解锁点券返还福利的 并且点券返还福利 需要在电竞赛季结束前领取 结束后将无法领取 那除此之外 貂蝉的仲夏夜之木 和金色的仲夏夜之木优化上线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仲夏夜之木优化效果 我们再来看看金色仲夏夜之木的优化效果 至于待机坐姿 面部表情 舞蹈动作等优化 官方表示后续版本更新 小伙伴们要耐心等待哦 另外 孙舍的幽灵船调整上线正式服了 我们可以看到 孙舍在开船时 烧弯之技能 回程以及装备技能 全部禁用 好家伙 这也来的太快了吧 官方表示 在后续版本将以底层代码修复的方式 彻底修复这个bug 届时上述能力将重新恢复使用 最后韩信竹梦之影将于7月23日到7月29日限时返场 此次返场之后 竹梦之影皮肤将不再会通过直瘦的方式返场 喜欢收藏皮肤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 那一个ID名为 谁比我头大的信任留言 大千可以出旅行vlog 我觉得效果应该爆炸 那作为一个305天全年无销的厨师长 我觉得我的世界里只有厨房和饭箱